彈奏骨针时常常会遇到的杂音之一 就是针头会有那种震动的声音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我们这次就来教大家如何解决针头的杂音 首先我们要准备这种不织布 这种大卖场或生活百货都有贩售 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双面胶 我们双面胶不要选择超过这个芹头这边的宽度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粘这边或是这里 这边或这里 所以买它的宽度尽量不要超过它这边的宽度 比较常见发出杂音的地方 大概就是像这边 跟铰链的这边跟这里还有可能角落这边 有可能会发出共振的声音 所以我就准备了4块不织布 然后每一块不织布就裁切好后面有双面胶 这样等一下就可以做粘贴的动作 接着我们就开始粘贴 接着我们就开始粘贴 首先把上面胶撕掉 然后可以直接从这个角度 因为这边有磁铁 所以我们就散过它 然后把它粘整齐 这样就可以完成粘贴动作 当我们两边都粘贴好之后可以测试看看 把盖子盖起来 这样子如果弹奏时还有杂音的话 那就再继续来贴脚垫的这边的部分 然后贴脚垫部分也很简单 就直接把布之布这边直接把它粘贴上去 这样子 最后四个点都贴好后 针头基本上就不太会有杂音了 如果再有杂音的话 可能这边也可以再加一块上去 或者是说 脚垫的部分真的太松了 那就会建议再把布之布贴 贴双层上去 就有可能解决掉 杂音的问题 这一关是什么 本án是有识心的 объ网者 我不认识 完了 本可以 这个杂音的问题 就します 不知道